传说山中住着一只美丽的神鹿 从来没有人亲眼见到她 这一天 皇宫里的王后梦见了神奇的九色鹿 她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 便向宠爱她的国王说道 这宫中虽说什么也不缺 可我却苦苦得不到心爱之物 哦 我堂堂一国之主 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王后的 我呀 昨天梦见了一只绝美的鹿 皮毛九色 鹿角雪白 在夜空中闪闪发光 人家就想要拿九色鹿皮 做一件皮草大衣 让姐妹们羡慕羡慕 这又何难 待本王张榜天下 谁要是能为王后找到此路 便赏赐黄金万两 王后听吧 喜不自慎 但还有一人 比王后更开心 这人看到巡路布告上的赏赐 一路狂奔到皇宫门前说道 小的要重要消息 要禀报大王 现在有人知道九色鹿的下落 王后马上肯齐国王 让他率领军队前去前路 九色鹿知道 在身后的丛林里 士兵们早已将剑对起来 但他毫不畏计 望着迎面走来的国王 缓缓开口说道 若我猜得没错 您就是国王 为您引路的就是他 不得了啊 此路不仅会开口说话 而且料事如神 在射伤我之前 我有一事与国王说 我久居这山中 原本自由自在 但有一天 救命啊 救命啊 今日多谢神鹿相救 不必多礼 只请你替我保守秘密 别向人泄露我的踪迹 神鹿放心 若我泄露半点 我就浑身身疮 不得好死 原来这告密者 正是九色鹿当日 在湖中救起的绿水之人 他本答应九色鹿 绝不泄露他的踪迹 而今日却恩将仇报 将国王军队 引到此处 猎捕九色鹿 你竟贪恋钱财 而出卖救命恩人 这是恶不赦之处 神鹿仁慈 是这人建立忘恩 今日多有冒犯 本王心感惭愧 我们这就退兵 天道有轮回 善恶终有报 原来那九色鹿本是 释迦牟尼的前世 隐居山林 默默造福百姓 后来国王下令 全国上下不得杀害捕捉九色鹿 王后也因贪婪被打入了宫 人们终于明白了 比金钱和美丽皮毛 更加珍贵的 是那颗善良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